1978年1979年 那么这个邓小平的第一个讲话 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词用的就是思想解放 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全年一致向前看 那么解放思想的前提 你得有思想 而我们中国呢 多八民少两民 所谓八民就是草民 小民雕民 暴民 愚民 最多说你是农民市民居民 我们最缺的就是自由的和负责任的 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 我们称之为公民 所以说一直到十七大战争报报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内容讲 我们要大力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 树立民主法治 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的这个理念 这就是说三大公民理念 那么那个第三者放大都说 就是从两个凡事 当时这个中央有一个全美的说法 就是凡是毛利说的都对 凡是毛利的指示都要让他指去执行 两个凡事 后来这个推翻了 实践是解释了真理的标准 是毛主席的实践论 毛泽乐里提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到了文革的这个十年动乱的时候呢 真理就出了两个标准 一个是实践 一个是毛主席说的话 具体是真理 一句顶一半句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最后就进行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最后添了两个 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唯一那两个对谁去的 对的就是毛主席去的 就是他说的话 有的对有的不对 比如说他说了 以经济斗争为刚 千万不要忘记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要天天讲 月月讲年年讲 经济斗争一抓就零 无产的文化大革命 是完全必要的 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革命分三党 1949年以来 我们通称为文化革命 1949年以来 我们称为文化大革命 1966年以来 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注意这三个词 概念完全不一样 给我们中国带来的效果 实际上的后果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呢 否定党的十一级六中全会 彻底否定文革 一直到十七大报告 胡锦涛讲 我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和理论勇气 彻底否定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 错误的理论和实践 理论实践全否 坚持党的十一级三中全会 所确立的一个中心 也就是说 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 什么中心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否则他了 所以就确立的实践 是简直的唯一标准 那么第二次要解放呢 那就是南巡 小平讲 步子要大一点 胆子要大一点 步子要快一点 不要问姓氏姓资 因为大叔以前有一句话 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就是说他把什么东西 他都贴标签 他一概问你 说这是社会主义的 我草我都要 一旦贴上这个资本主义的苗 我都不要 苗那就装掉 所以这就是极端的一种表述 他反应的就是 我们要问姓氏姓资 小六说不要问 确立了三个有利于 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翻转 只要有利于总统国力的提高 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要问姓氏姓资 那么这三句话呢 就出现争论了 说生产力谁高啊 美国 日本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谁高啊 美国 日本高 是吧 综合国力谁强啊 美国第一 日本第二 当时德国第三 现在我们中国第四 对不对 原来我们中国地方 前面还有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是吧 现在你过来第四吗 那前面还有美国 日本和德国吗 对不对 那么综合国力 当时是美国第一 对吧 所以说当时呢 左派就攻击 就说你要说 三个有利于 美国就是三个有利于 日本也是三个 最后怎么办 天上两个社会主义 那年呢 我给高三辅导 这个正式课 因为他们考大学嘛 那年有正式课 我就说你们一定要 把这话说全了 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注意后来天哪 是吗 小兵讲到没有 后来党内的左派天 因为他不天 他就没什么办法 第二 最后最可笑的是什么呢 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那个综合国力 你听一听这话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的 那个综合国力 还有一个不是社会主义的 综合国力吗 只让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个倒没加 所以说两个家社会主义 问题都不加 这就是完整答案 所以我给我们初中 我给我们人当初中的学生一出道 他们这道题全部得满分 有的人还没加 有人加仨 加仨也不对 加仨 所以说呢 那么树立了发展的应道理 那么发展应道理 当然对着是 阶级斗争的应道理来的 所以小平难寻 最后说 不要问亲人性思 它是有非常的针对性的 发展才是应道理 就在完了中国呢 就开始 第二次所谓的 就是 经过了一个 70年代末 这个82年代末 就是人代出的这么一个风波 是吧 后来呢 就开始又 开始 这个 继续改了开放 是吧 那么第三次 非常解放 就是科学发展观 有人说 科学发展观的 几乎是以人为本 但有人说 以人为本 原来我们不说的是 以民为本吗 对 原来是以民为本 现在是以人为本 人民也是政治概念 人 人是生活概念 注意说你是人 你也是人 说你是狗 你还是人 注意说你是走狗 那叫骂人 注意骂的还是人 但是以民为本 都不是 人民党来的概念 那就是 二战以后 新兴国家成立了一百多个 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这些民族国家呢 新兴成立了这一百多个国家 二战以后呢 基本都是民主 因为民主已经形成潮流了 叫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没有人敢公开的成立 亡国帝国 虽然他可能是一个独裁专政 但是他表面上也得民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么西方呢 毛东呢 在窑洞里头 在延安窑洞里头 跟著名的知识分子黄岩培 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他的大意就是 那么黄岩培总结中国历史 大概就是一二三 一百多次大的农民起义 发生在两千年的丰田社会 出现了大的小小三百多个皇帝 一共改了三二六个姓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王朝成立的时候 蓬蓬勃勃的 当然到了王朝末日 你有多少军队 你有多少警察 你有多少特工 没有用 为什么 叫王朝周期律 什么叫定律 就是重复出现的现象 什么叫周期 就是有时间 到了那个时间 您就周期律 完了他就问 他就跟毛东说 说你们共产党快奖政权 你们怎么走出王朝的周期律 做到长期之则 没有永远之则 毛东跟他讲 我们找到了华宝找到了钥匙 这就是民主 所以大家都把期望 就在毛东共产党身上 期望毛东共产党领导着中国 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新中国 一代人两代人都致富是不可能的 但是三代人如果还不能够共同致富 那就不叫先富后富了 那叫不富 有人说不对 小兵说了 因为我们先富 所以我们家为你们家先富一万年 这叫贵边 什么叫先富一万年 三代改换文庭 你们可以想象 如果在中国就像我说的 一个扑扑通通的一个人 单在一个低收入的家庭 对不对 初中毕业 不杀不笨 当然也不是说绝顶聪明 就是一般人 成事能够合法经营 我问问在我们中国他能富吗 三代以后他能富吗 你们想想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呢 我们就说 这个第三次党解放 它是以人为本 而且第三次党解放的一个精髓 就是全面的协调的 和可实际的发展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 我们第三次党解放的前提 是非常可怕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66年大月5号 毛总写一张大广 炮打司令国 三个月以后 我们党的副主席 国家主席 党的一个资深的领导人 叫刘少奇总之 就被打成判同内奸 公贼刘少奇 打翻在地 再踏上千日之角 叫他勇士不得翻身 对不对 你们想想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造了当权派 那就是刘少奇 党内另一个 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造了当权派 谁呀 邓小平 谁都知道 所以把刘邓给打掉了 对不对 但是你都注意 66年在8月5号 这是中央的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 把刘邓 炮打森林国 对吧 毛东的叫我的第一张大的帽 对吧 那么 北京我们最好的一个学校 叫十大女后中 我是男四中 我们学校是六五年级 1800左右 17800个男生 十大女后中 北京四重年 也是一个比较最好的一个女 女校 她们有六五年级 17800个女生 没有男生 那时候男女分校 对不对 完了 他们需要在66年的8月5号 把他们的一把手 变成为女士 书记兼第一副校长 注意十大女后中 那时候没有校长 所以一把手就是变成云 50来岁左右 在86年 66年啊 6月8月5号 被这帮学生 拿了这周一百能图 当然周一百能图 是木头的 拆了以后呢 有些呢 还带个钉子 那木头图 踢你的啪啪 批你的啪啪 把人家变成为活活打死了 对不对 那么在开批刀会的时候 中国的当时的红衣兵 就是学士兵 说什么 先念毛主理论 领导我们世界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知道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练进主义 第二道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 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作心大意 紧接着念十大条 叫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号的通知 叫做什么 叫做中共中央 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 他们的决定 516通知 简称十六条 我们一共有十六条 第一条 这场运动是整 整人内整 这场运动是整 一小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全派 党内啊 一小松走党内 一小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全派 是四个要素 第一党内 必须是党的干部 第二 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 一小松 党内还得当全派 你们想想 对不对 完了 就 完了 这场运动 是筑击人们灵魂的一场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 要稳斗 不要误斗 这是一条 这些 红卫兵 学生兵 他们当然终于毛了心 先念完了这个 完了再唱国际文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权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紧接着就是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大救星 我们发的课本里都住着 住大救星 就是救世儒 救世儒就是大救星 因为救世儒是西方宗教的一种词 我们中国一般 原来不怎么说 救世儒说 大救星 但是杠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当时中国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处在精神分裂状态 有人说什么叫精神分裂 这是借由赫登顿的一个词 赫登顿最近刚去世 他的大学政治学教授 有名的一个学者 重量级的政治学学者 在冷战结束 波伦强倒塌 他认为世界上进入到后冷战 或者叫冷和平 他说当今世界有七八种文明 他跟汤安比不一样 汤安比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认为世界地球上 一共形成了大约二十六种文明 比如说古希腊 古罗马 古巴格伦 还有玛雅文明 他们都是生命了 那么这是他的这个地主观念 但是呢 这个科内论说 这个当今世界东方文明三种 儒教 佛教 伊斯兰教 那么儒教教不教教 还可以争论 最起码他不是典型的宗教 因为他既不造神 他也不编故事 所以他不是典型的宗教 对不对 那么西方文明三种 东正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外加 日本跟非中 这是他的一家志愿 他说冷战结束以后 有两个这个意识形态 作为国际冲突的主要的原因 他已经下降了 他变成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而文明的因素 作为第一位 所以他叫文明的冲突 他发表在外交记刊 外交记刊是美国的一个 一流的杂志 重头的文章 亨廷顿 对不对 他那里头说 有两个国家处在精神分裂状态 一个土耳其 土耳其偷东西剁手 通通间乱石砸死 对不对 但是你要加入盟 你就必须得废除此行 所以土耳其的议会 经过激烈辩论宣布废除此行 震惊了伊斯兰世界 这是一个例子 他有好多例子 所以他说 土耳其他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 你说他又想加入欧盟发达国家的一个集团 他又是尼斯兰作为国教的这么一个国家 还有一国家 俄罗斯 四分之三的人口 在欧洲三分之二零总在亚洲 在亚洲呢 有一半以上是强我们中国的 完了超级大国 不战而败 所以说他说 俄罗斯也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 这是一家之言啊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那个他的那本书 后来他就写了一本 那是重量级的学者 他不管他的观点 对不对 他有价值 为什么他是他多年的 一种知识的积累 他算一家之言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引用他的话 说中国社会也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 这精神分裂是有定义的 那有人说 什么这些人分裂 说你唱国际歌的时候 实际上你不相信 你也跟人唱 我说即使我不相信 我也得跟人唱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 没说大家都唱 你敢不唱吗 这种事叫裹挟 你被裹挟进去了 但是我告诉你 不是这么回事 我可以负责任的保理 我们唱国际歌的会儿 我们真诚的相信国际歌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我们唱东方红的会儿 我们真诚的相信东方红 中国出的一大牛鞋 俩真诚 这叫什么精神分裂 你知道是这个意思 你可注意 现在我们中文一样 你知道我们中文有不少的人 也处在精神分裂 我给局里的 说你们认为 环境保护特别重要吗 他们说太重要 大概有80%人以上 都认为环境保护特别重要 问说 那么我们要增加 环境保护的措施 比如说投资啊 绿色产业啊 比如说小汽车 那个汽车轨器 是第一大污染源 所以要限制小汽车啊 等等 8%人就反对 所以说人家 国外发展中心 前两天我们在苏湖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就说 什么意思呢 用好听的话 就是又要 又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用咱们比较恶毒的语言 就是又想当表格 又想立派吧 什么意思 进入神秘分裂 你可以举出好多例子 你注意吧 他满口 他得 他得 他得说 说得好听 实际上 所以说呢 这有他们的词 你们可以看这书啊 那个他有两本书 我们都翻译过来了 文明的书图 还有什么什么 就是冯兴顿那两个最重要的书图 形成一大派 好